美選辯論最終占 川普最賞進的那道牆 再度成為焦點 炮轟希拉蕊政策搖擺 希拉蕊則反擊 強制遣返移民 是撕裂國家 順便酸一下川普 非法移民都繳稅了 身價過億的地產大亨 卻一毛不拔 談到美俄關係 唇槍舌戰 把握最後一場辯論 希拉蕊再次宣傳自己 30年的豐功偉業 卻被川普很嗆 這一句插話 更是讓所有人诧异 對於越來越多女子 跳出來指控被川普 亂摸亂心 她這麼說 仇文纏身的川普 控訴媒體集體霸凌 還沒投票 已經抗議選舉不公 是否接受大選結果 回答頗耐人尋味 根據CNN民調 超過50%的民眾 依舊認為希拉蕊表現 勝過川普 能不能一曲入主白宮 三週後就會見真章 記者綜合報導